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替他游泳啊 我就不明白了 林芳这个老巫跑的运气怎么会那么好 之前他轻而易举地就俘获了爸爸的芳心 现在呢又怀上了爸爸的孩子 上市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的股份会被他装在口袋里 你先别着急嘛 爸爸刚才又没有提股份的事 那是你不了解爸爸 亲爱的 爸爸这个人从来都是言出必行 只要他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 林芳只要能帮他生下这个孩子 他一定能拿走上市百分之十的股份 老鹏 你说关于生孩子这件事情 我们都挺努力的是吧 我为了能够生孩子 我已经戒烟戒酒 我现在是不泡夜店不过酒吧 可为什么 可你这肚子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就不信爸爸他那么大年龙 他能生得过我 我都不知道是你不争气 还是我不争气 怎么 你怀疑林芳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董事长的 我也只是怀疑而已 以我对林芳的了解 他既然不是真心对我公公的 又暗地里和徐昊有来往 那么就不可能真的 怀上我公公的孩子 那我再去他店囊里查查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算了吧 我可不想让你也卷到这场 莫名其妙的婆媳战争中了 其实啊 我这么做 也不全为了你 我这个人呢好奇心重 我就是想看看 林芳她到底想干吗 再说了 她这个女人这么坏 跟她作对 我觉得特有趣 你呀就是个小魔星 亏了你把我当朋友 没把我当敌人 缘分哪 你看 李小曼 她是我姐姐吧 我一点都不喜欢她 我倒是挺喜欢你的 为什么啊 小曼对人挺好的呀 是啊 人是还过得去吧 可是她这个人 太自以为是了 天天就觉得什么都是她对 每次见着我 就是一副圣人的面孔 数得数得我这个 批评批评我那个 我连我爸我妈的账都不买 她算哪根聪明了 你呀 这叫远相尽臭 我要是你亲姐姐 我也会说你的 如果你要是我姐姐 我肯定听你的 因为你比她懂得包容 就拿我偷看林芳电脑这件事 那要是李小曼同志知道了 那准会一本正经的 嗯 我要接 告诉你 你这样 是侵犯别人你私权的 是违法行为 是这个 是那个 不是 对了 小琪 你可千万要小心 别让林芳发现了 你再偷看她的电脑 你放心吧 林芳的工作规律 我清楚得很 而且 就她电脑上那几个密码 小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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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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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吃方便面呀 吃方便面呢 我跟你说那垃圾食品不能老吃 小曼我跟你说啊 我嫁你爸都三十多年了 我从来没让他说饿了肚子 吃方便面 从来没有 哎呀 偶尔吃一顿也没关系 那可不行 我跟你说 只要我啊 活在这世纪上一天 我就不能眼瞅着你们说 没饭吃 吃这方便面 那您待在家里都不嫌闷的话 闷什么闷呢 好几十年都习惯了 小妈 嗯 你要嫌妈闷的哈 那你就 给妈弄个大孙子 我就不 妈 对不起妈 妈 吓死你了 哎呦 你别带我别带我 哎呦 呦呦呦 不是 你脸上弄的什么玩意儿 哎呦 做面误 你 你吓死我了 你吓活正好 我以为大白天的 哎呦 我以为大白天的 我撞你妖精 哎呦 哪有这么漂亮的妖精 哎呦 你以为你吓死我了姐 哎呦 妈 要不然我也给你做一个吧 这抗皱补水的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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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能 我可不能 哎呦 糟紧钱 再说我弄成你这样 说实话 我真成妖精 哎呀 哎呀妈 这您就不懂了 女人呢 好比一栋房子 要经常的粉刷一下 装修一下 哎呦 哎呦 还吃粉刷装修 哎呦 说实话呢 这个 真是给我吓人了 就你爸 说实话 老眼昏花的 真的 把那吊篮都认成那个韭菜 真是 你说我这种老方子 我粉刷了 我装修了 我给谁看呢 人家欣赏不来 哎呀 哎呀 你不弄你怎么知道呢 你弄个试试 说不定爸 那爸觉得特别好呢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么大岁数你看看 都满脸皱纹了 我买什么容啊 都让街风四零的 也笑话我 哎 对了妈 我上周呢 去采访了一个很有名的 美容顾问 嗯 他这周啊 要针对老年人 开一个美容那个讲座 我给您要了张票 您到时候去吧 我不去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这 让人笑话我 去吧 那那您不去也行 嗯 那我就把那票送给 那个聚业会的那个黄主任 那个是一个 会生活的老太太 嗯 那票一百多块钱呢 多少钱 一百多 一百多块钱 那你算算算算算算 还是我去吧 那一百多块钱一张票 不是 我去听听 我看看他值不值这价 您真去啊 我去我去 您可别把这票给卖了 行 我不卖我听 不是想卖了 你快快快快就行 真的你看我的鸡皮疙瘩 怎么了 我太吓人了 快去吧快去 也不行我这 我这还没到时间呢 您好 黄老师 黄主任 我刚才去你家 你儿媳妇说 你去听那个美容讲座了 对 我是听讲座去了 听得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吧 反正正家讲的 都挺有道理的 就一样太费钱 像咱们这一辈子 苦了一辈子 也该享受生活 趁难被老子掉牙 是是是是 就像这回 你要真是得了那个什么毛病啊 你攒的这点钱 还不都送给医院了 丑不是吗 我昨天呢 还去孙美丽家调解了半天 孙美丽 怎么办 这 孙美丽的老公有外遇了 什么 不是 孙美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 她老公跟我们老叔 比我们老师还大几岁呢 这么大岁还能这事啊 这男人容易花心啊 跟岁数没关系 是吗 想想孙美丽啊 苦了一辈子 冬天啊 连雪花高都舍不得买啊 我知道 这下攒的钱呢 都便宜了 那外头小年轻了 像我们女人呢 该享受的时候啊 就得享受 把自己熬成了个黄脸婆啊 倒给了男人们 老不正经花心的理由 这喜正回来了 你先别拖鞋了 你家里面花椒买 你买点花椒去 有人买花椒你怎么没听见啊 啊 这回来上了镜子了呢 多大岁数啊 这怎么的还自恋呢 那谁啊 老叔啊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那个美容院 做做皮肤保养什么 不用了吧 不用花那愿望钱 你说你长得天生丽质 天生丽质才应该注意保护呢 阿道 哎呀 你说妹的良心啊 粉你一句你也当真了 你赶紧买花椒去 我下菜怎么用啊 哎 老叔啊 你还记得我们班那孙美丽吗 就那笑花 孙美丽 啊 哪个 就咱们小区那老孙呢 对啊 她也叫笑花啊 啊 风干过的吧 人家不是她现在岁数大了吗 那当初年轻的时候 我跟你说啊 哟 你死人不偿命 那身材好的吧 就跟那个 哎 就跟那个可可乐皮似的 她现在啊 也是可可可乐 嗯 只不过是改罐装的 哈哈哈哈 哈哈 老叔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恶毒啊 你看你看你看 说句大实话也不行啊 那她现在不是岁数大了不注意保养才会这样的吗 我跟你说啊老叔 我听说啊 就这老孙天天就负责他们全家的剩饭剩菜的打扫 所以现在你就身材胖就走了样了 哎哟 结果她的付出啊 倒给她老婆犯错误的机会了 我听那个居委会黄主人说啊 哟 这个老伴现在跟一个水灵灵鲜嫩嫩的小白菜打得火热 哎哟 哎哟 真是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老叔 你说我这两年是不是老子比较厉害啊 哟 多大岁数了 再不老成妖精了 那你是不是也审美疲劳啊 我审美疲劳 不不不 我跟你说啊 这个赞美的东西啊 你看多了也会疲劳 啊 最好的办法呢 哎咱就是不看 哎你像我 哎咱是眼不见心不烦 眼不见心不烦 你不看不就完了吗 说剑剑你 你就想疲劳都疲劳不起来 你什么意思啊 别发火继续 您继续啊 我买花椒去 你不是买花椒 你刚才这话什么意思啊 啊 你你你你你是不是嫌我老了 没有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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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没人 继续 继续啊 我买花椒去了 嗯 没人 走 走 小麦啊 你说得对 嗯 我这老房子 是该装修装修粉刷粉刷 翻新翻新了 那您打不打算正式聘请我 为您的形象顾问呀 聘你 但是不给公司啊 没事管饭就行 哈哈哈 小麦啊 嗯 我呀呀 这死里逃生 我总不明白一个道理 我这前五十多年呢 我都被爹娘啊 丈夫啊儿子活着了 嗯 那我今后的几十年 我得被自己活着 对 我觉得您说得特别对 那您是想逐渐改变呢 还是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啊 许臣啊 您再给我两块钱 我得买那个威速箱 对不起我走错了 没错啊 许臣呢 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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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找谁啊 那个 这 家来 来客人了是吧 那 那个许臣啊 家来客人了啊 你看 家里人都没在啊 把你一个人搁家里了 是你了啊 那个 哎 别 我老婆买菜去了 要 我给你倒点水喝吧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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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老婆碰见容易误会 先别这样 哎呀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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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 小兔 走走走 赶走 我是王夕震 你连我都摊不出来 你 我的妈呀 我干吗 我干吗 你干吗 ia 你干吗 我干吗 你干吗 干吗 干吗 他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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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你来了 他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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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吧 艾小姐 你的树栏管粘廉 所以你就一直不能怀孕 老婆 还没看见什么样 我记得你刚才不是看了一遍吗 这个编得好看吗 再看一次 老婆 我怎么觉得你这两天的状态 有点怪怪的呀 好像总是心不在焉的 没有啊 可能是最新报社 广告任务太重 压力大 有点累 你要是觉得累啊 就辞职别干了呗 上家还缺你那点工资啊 老婆 老婆你听我说 咱们现在当前最紧急的任务呢 就是赶紧做个小人出来 好把那个女人的消消气 还给打压下去 而且我这两天我帮你翻了 你这两天比较容易怀孕 对不起 怎么了 我跟你说话呢 你想什么呢 怎么了 我刚刚在想这片子里的情节 你说什么 老婆 今天晚上咱们这个造小人的计划 还是叫什么 不不不不 亲爱的 我今天累了 你早点睡吧 别闹了 我真累了 我也有累的那天 我有累的那天 如果不做手术 你就不可能怀上孩子 那是不是我做了这个手术 马上就能怀孕呢 马上就能怀孕呢 只要做了手术 怀上孩子的可能性 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如果不做手术 你就不可能怀上孩子 挺好啊 好 你怎么一个晚上 都不跟谢臣说话 妈 你看她还像你姑娘吗 她啥时候变回人样了 我再搭理她 干嘛呀 收钱金 你 干什么呀你呀 还生气呀 这可是小曼 给我做的形象设计 一把年纪了 这年轻人再起吓胡闹 妈 你说话也别慌了 我在拉他手 结果他吓得扫着躲开了 跟出电视的躲都躲不齐 我说 舒钱金你太逗了 我说 舒钱金 我说我现在才知道 你还真是一老实人 老实人谈不上 我舒钱金一辈子作风正派 标准的良家富男 老师 你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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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眼看看我 你看看我 看我正眼看看我 我是不是比原来年轻了十岁 嗯 不止 不止啊 真的 嗯 效果嫩好吗 哎呀 美极了 帅呆了 嗖 直接飞会青春时代 哪哪哪啊 你嗖一下飞会枪宝时代了 完全没大脑了 一点大脑都没有了 哎呀 爸 你现在是因为没看习惯 你再多看妈记眼 多看记眼就习惯了 再说了 妈做成这样的造型 那全家人都说 妈年轻了好几十岁 是吧 姥姥 糟见钱不说 你说好好一个妈 让你给弄的 这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不是你会不会说话啊你 舒钱金 我跟你说 你这人一点审美都没有 真是的 怪不得有人说呢 女人是一本书 就像你这种造老头子 我读都读不懂 对对 我是读不懂 女人是一本书 你呢就是书中最经典的那一句 你说这话我还爱听 就是那个那什么 《小二黑结婚》里边形容 三嫌姑的那句 最经典 最经典 哪句啊 就哪句 问你哪句呢 就那句 哪句啊 驴粉蛋子上撒上霜 我 我告诉你 说起来 我说起来 我 你看 这人 这人 这人简直 我没发现 爸真挺幽默的 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的 是不是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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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别别别 我这 我不进了 我不像你妈 我脸皮薄 你看 哎呀爸你就别顾着了 老年人怎么了 老年人也得有爱美的权利 对爸 我们去给您挑几顿 现在最流行的时装 再带你去美容院 美个白 去去老年班 走吧 哎呀 你这玩意还美什么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呀 难得儿子儿媳妇这么有孝心 是吧 行行行 咋不过 我说喜来 你怎么回事你 嗯 你非得把我拉下水啊 我儿子爸回头一上街 回头率太高啊 我得为人民群众召集啊 你不能让人崴了脖子 是不是 哎呀 爸 爸 你给你 老师我跟你说呀 小曼说的真的是特别对 时代不一样了 咱们老年人 光要 劳当义壮 哎呀 劳当义美 这才叫和谐社会嘛 说得好 是吧 顾掌 说得好 说得好 和谐社会 好 你们去吧 哎 我知道你有这一项 走 来 来 不是 你这我去去 这老了老了 还来个老来疯你 这 哎呀 你这 对啊 老法了 建国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提前沟通一下 我希望你别怪我 更别误会我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什么事情那么严重啊 别吓我 你先看一下这个报表 不过看不出这报表有什么问题啊 怎么 这家方号公司的老板是徐浩 就是你那个大学同学 追你那个徐浩 对 我们刚刚交往的时候 我给你备过案的 记得啊 知道了 这家方号公司是当时 他追求我的时候注册的 现在他虽然有女朋友了 但是方号公司这个名字还是留下来了 我们上市业务太多 有的时候人手不够 你说过我们可以分包一些业务出去 所以我就分了一些给徐浩 但你如果觉得不高兴或者不合适 我以后就不跟他合作了 有有有有 对对对对对你把这事情讲得太严重了 来来 没有没有 我有那么小气吗 那你家注册制定才五十万的这些小公司 我会跟他计较吗 我知道你不会计较 但是我要把话都说在前面 我不想瞒着你做任何事 我是想不管怎么说我对徐浩还算知根知底 把业务包给他比包给其他公司来得放心 你放心去做 我不会惨疑的 我 就喜欢你这样的大气 比那些年轻人好太多了 甜嘛 甜嘛 嘴巴再甜嘛 那 万一呢 万一有人叫舌根呢 我自会判断 我不会听风就是雨 嗯 好 那你信任我 我就放手去坐来啊 走走走去坐 多转一点 有人了 不不不 那儿没人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 你坐 你坐坐坐 你快坐下 你这唱的哪一出啊 你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 你非得亲自跑一趟 小马啊 嗯 依乐他们家最近是不是来进去了 没有啊 那你公公是不是有个妹妹 我公公哪来的妹妹 我公公啊是三代单传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独生子女 我婆婆跟她一样 所以依乐的奶奶爷爷姥姥姥爷 才会跟我们一块儿住嘛 男的 出事儿了 啊 出什么事儿了 我昨天坐公交车回家 嗯 哎 看见你公公 哎呀那装子可不正经了 头发弄成那样 站在马屋边弯着一个 哎 一个 花枝招展的一个年轻女的 两个人是又说又笑 可亲热了 不可能 不是 你看这天真万确是我亲眼看见的 难道又假呀 哎 你公公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看那女的两个人有那准风得意的 哎呀你都不知道有多大眼呢 回家千万别跟你婆婆说了 不然他们俩一大进来 遭嘴的就是你这儿媳妇 嗯 你看见那花枝招展的女人 是不是染着红头发 对 穿着那条蓝裙子 嗯 还戴个大墨镜 对对对 哎呀 我见过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 对对就是她就是她 哎你什么厌实声 她仅仅又说是她啊 你再好好看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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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皮肤保养二百多 然后买衣服 一共加起来一千多块钱吧 你公公那身呢 我公公那身 差不多也一千块钱 你去哪儿啊 这是干嘛呀 也真会讨好你公婆呀 果真女生外相啊 你妈也辛苦了一辈子 比你婆婆还辛苦 你这不孝心孝心你妈呢 我说你亲妈 妈 你看你 车有什么的 走 我现在带你做头发 做保养 买衣服 不去 我不稀罕 你来真的 给我买个羊肉衫你都舍不得 却舍得给你公婆 花这么大的功夫 你妈每天起早贪黑 卖包子挣来的钱 你拿着两餐多块 你讨好你公婆 我仅存的三万多块钱 都给拿出来呢 对 一勒去开餐馆 他爹妈一毛没拔呀 你知不知道你妈 从这个揉面拌一下 蒸包子 再拿出去卖 一个包子才挣一毛钱 两千多块钱 我得蒸个两千多个包子 我多辛苦 你知不知道呀 哎呀妈 那两千多块钱不是你的钱 那是我自己的工资 哎呀 你就别跟他们计较了 那伊勒他妈前段时间 会差点得了癌症走了吗 然后抱孙子的愿望也落空了 我不想弥补弥补安慰安慰他吗 你说你 生什么气啊 我想抱外孙子的愿望也落空了 我也是医生的病啊 你怎么就不弥补弥补安慰安慰你这亲妈呢 啊你非得也让我去得癌症啊 快死了你才对我好症 呸呸呸呸呸呸 你身体好着呢得什么癌症 你自己诅咒你自己啊你 好好好 这回呢算我没想到好了吧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说 不是不是你你干嘛 哎呀挺精神的 头再多几个就更帅了 不是我这老叔 啊 嘖 我觉得这发型吧 那挺不适合我的 就是 媳妇 你终于恢复理性了 我一直没敢说呀 是吧就还有这发色 我我觉得也不适合我 可不嘛 你这个颜色是颗皮肤白的 你这那个发型是颗四十岁一下 你说你长这条合同脸 这发型这脸型 简直就装嫩 不 我跟你说回头再给你算账 把门光接回来 你哪里开门那边 请进 清清母来了 来 请 清清母来来来 请进 请进 哎呀 清清母啊 你你你也穿绿的呀 那个喜真说我这是那个老黄瓜刷绿漆装嫩 你说谁呢 不是 这喜真说我 我对我说他 是哪儿跟哪儿呀 真是 你 我这 我跟你说小曼 小曼给我们俩弄成这样的 是 说要改变我们俩的形象 我说但是清清母 你看 你看这 还行吗我 你看怎么样 上这儿上这儿 哎 好好 行 这点 衬衫 大格的 怎么样 不错不错 是吧 现在这两万块钱花的有道理 没还了 两千 两千 对 没话那么对 还行是吧 哎 英勒呢 哦 英勒啊 那个那个去餐馆装修还没回来呢 是 那那让一下 啊 那我就坐来这儿等等他 哦 好 好 哎 来 请坐 清清母 来 请坐 对 你俩站着 挺好 挺好 挺好啊 哎 艾雨姐 你看 照片的拍摄日期是上周 这也就能证明 林芳和徐浩 一直都在暗中来往 可是我想不明白 林芳是个做事很谨慎的人 我想啊 他是对他那个重重密码设 特别有自信 哪会想得到 有我郭小琪这样的黑客高手 亲上他的电脑呢 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哎呀 你肯定是这样 那个 哎呀 那个 清清母 要不看会儿电视 来 你看你喜欢哪个台 来 自己选 啊 啊 清清母 我真羡慕你 啊 哎 羡慕我 羡慕我什么呀 你们两口子多恩爱 哪像我 孤单一人也没个老伴 老伴老伴 对我来说 老了电视才是老伴 哎 那问天为这个 哎呀 清清母 那你也再找一个呀 那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真的 现在挺流行那个西洋链的呢 流行 嗯 流板还差不多 我哪像 像你们俩这么想得开呀 哎 看看你们这一时行头 简直是站在潮流的前沿呢 对吧 嗯 嗯 嗯 孩子给弄了 这 是 这是孩子 你看 老公 快点来 我又忘带钱包了 赶紧帮我付钱 啊 多少钱呢 十块 十块 怎么了 怎么那么着急啊 哎呀 你妈来我们家了 说这个来者不善 说一副兴师问罪的样 哎 让咱俩赶紧回来 那走走走走 走给你 快 等我上来 哎 等我 爸 妈 哎 回来了 妈 您 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我女婿 一乐 哎 你那菜馆啊 装修好了吗 装修好了 现在就差买桌衣板凳餐具厨具什么的了 嗯 那你们还缺钱吗 不缺啊 不缺 那就好 我倒是眼下缺点钱 那就请你把我那三万块钱还给我吧 啊 哎 妈 你不是说了吗 那个等依乐餐厅正常营业以后 挣了钱再还你 你不是不着急吗 啊 那不行 我现在想整一个 跟你婆婆一样的发型 染一个一样的发色 再去做一个皮肤保养 拉个皮什么呢 再去买几件今年最流行的 谁装啊 我没钱呢 哦 哈哈哈哈 哎呦 庆舰母 哎 拉了半天 你是为这个事儿心里觉得委屈啊 我哪敢委屈呢 随家我没生个儿子 也没个儿媳儿伺候我 讨好我呢 对吧 妈 这事怪我 我没想到 哎呀 这多大点事儿啊 是吧 爸 妈 我和小麦现在陪你染头发去 买好衣服现在就去 走 爸 我好 哎呀 我可不像有些人 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 哎呀 一边是按揭房子 一边呢 辞职的创业 不仅是一毛不拔 哎呀 可这竟然花着儿子 儿媳妇的钱 我要做仇买衣服啊 我得用我自己的钱 谁呀 谁 谁一毛不拔了 再说不 我花我儿子儿媳妇的钱怎么了 怎么了 你自私享乐 你还有理呢 你是不是 不是 我谁自私享乐了 真的 不是 我跟你说我成年在家 我伺候着 是吧 我洗衣做饭 我伺候着你女儿 我就像老保姆一样 我从来没跟你要过工钱 你怎么伺候我女儿呢 你明明是伺候你儿子 哎呀 有几个父母 帮自己儿子做点家务活 还想要个报酬 哎呀 你是什么人 你又要个报酬 对对对 记得我 你说得特别对 我伺候你女儿 等于伺候我儿子是吧 那我花你女儿的钱 等于花我儿子的钱呀 哎呦 谁让我年轻的时候 你就运气好生个儿子 你现在我该享福了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我儿子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包吓我女儿 你欺负我女儿 压着我女儿 欺负我女儿 谁不是压杀你女儿啊 不是我们又想 不是压杀你女儿啊 是她自己上赶着讨好 我爸姐 我为我花钱 你眼光是吧 真的 说实话 就我这发型 我这发色 我自己觉得特别不合适 我还得花钱废着把她染回来呢 真的 你 哎呀 哎呀 说什么你 我女儿也抓了 说什么 你也抓了 你也抓了家里儿子啊 我这 我骗你也是恶婆的家里 你这一大家的拖来 谁敢女儿敢嫁给娘儿子啊 你也女儿嫁给我 别别别别 你也女儿嫁给我 我请你母 你也请你母 请你母 孩子们是一片孝心 是不是啊 你在外公里 咱不能让孩子在中间为难呢 是不是 我让你们别来说了 是我错了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真的 是我错了 你讲了你 快看 不是 你这么发干发心的 你对你不合不合 她们当什么人了 是你 我都在一起丢脸 我丢人啊 谁让我千万对出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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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妈 快去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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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 白大白纯 大气 妈 你俩你俩 我俩俩俩 谁招他了 跑咱俩干嘛来了这是 妈 妈 您慢点 慢点 小妈 您也慢点 妈 你慢点慢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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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你干嘛呢 你 妈 你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那我给你跪下 你俩俩俩俩 你就欺负妈欣然是不是 妈 妈 你们就别生气了 妈 我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对不起您啊 首先吧 我就对不起您 我这当女婿的 我不称职 我平时对您关心不够 妈 再一个小曼也对不起您 你说小曼人夫心大意的 平时没有顾及您感受 我妈也是 您说我妈 她那性子急着脾气着 她是疯了 是 妈 她现在一着急把她说话 她伤人 您看看我和小曼 主要看小曼面子上 您别跟她计较 好不好 千做万做都是我的错 妈 别气了 现在 不成绩了啊 妈 不成绩了啊 妈 小曼呢 妈是不是给你丢脸了 没有 我让你为难了 居然跑到你婆家来闹得 你说怎么啦 就我这个心里难受啊 就堵得慌 我知道妈 你是心疼我跟依乐 看我们俩手头紧你 怕我乱花钱 还有 你吃我公公婆婆的醋了 你觉得我只在乎他们 忽略了你 是不是啊 小曼 自从你出嫁以后 我妈是不是 是不是越来越小气了 你们是太想我 太在乎我了 依乐 你坐下 乖乖 你要是能理解妈就行了啊 依乐 妈 我这不是有意 跟你爸妈来吵架的 我这是 就这个心理啊 妈 妈 你别说了 我们都理解 这事多怪我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忽略起来 您说您对我那么好 您把我当半个儿子看 可不是吗 这么长时间没去看你 换谁谁不生气 是不是 理解 妈 我这就很 赌啊 试试 啊 妈妈 上气了 没事吧 啊 啊 窗前明月光 照在我心上 窗台上玫瑰香 绽放你模样 雨中自定香 默默涂芬芳 花桥般留树袍 走过人一双 投留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定格住我们 情重过往 傲然挥手看 幸福模样 靠在谁身旁 留不住的时光 带走感伤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 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偷偷走的时光 偷游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剩下唏嘴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 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会在谁身旁 在谁身旁 在谁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